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那今天是11月26號禮拜四 好 我們看一下台股 兼開靠以後沿路座走高 那中場是漲106點 量是縮到2186億 好 OK 那我們來看 今天禮拜四 禮拜三禮拜二 禮拜二的時候見高 這裡13951是出大量2600多 昨天也是2643億 今天反單上來只有2186億 好 OK 那我一直跟各位講 電子股占比如果7成以上 你就要小心 來 那我們看一下 來 這一天2355億 2355億 那電子咧 是1717 1717 除以2355 這一天72% 那這一天呢 2054電子是 電子是2054 對不對 對 加權是2637 2054除2637 這一天是77% 這兩天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這一天開始72% 77% 那昨天呢 來 電子 來 電子 1809 加權 2643 11809除以2643 68 68% 那今天呢 電子 1507 加權 2186 1507除以2186 今天68% 好 OK 這邊72 70 77 然後這邊6869 那是不是代表 這裡是建高 所以 為什麼在高檔 又做粗量動作 電子股 占比7成以上 然後呢 很奇怪的 粗量 那代表 高檔有人在賣 賞戶在買 那我們來看 最近的一個 所謂融資余額 來 這個畫面 我就會懶得跳了 融資余額有沒有創高 創高 融資余額創高 所以你要小心 再看幾個方向 加權在相對高 那這一條是五分線 五日均線 不是五分線 是五日均線 昨天跌破 今天站上 而且這一段 全部 都是在5MA之上 那你看一下 台積電 昨天跌破 應該講 前天跌破 懂嗎 前天跌破 這邊是492 當天是492.7 破 昨天台積電 也是在五日均線之下 今天不用看了 在五日均線之下 好 那看這一檔以外 我們再看一下 護國神山的台積電 跟發哥 昨天 五日均線之下 五日均線之下 今天不用看 也是五日均線之下 那看一下 古王 古王已經 大力光 已經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了 都在均線以下 這叫結構上的不對 當加權在相對高點的時候 領工的 不是護國神山的台積電 跟聯發科 也不是古王的大力光 是一些阿砂布魯的股票 這在結構是錯的 對不對 那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用 蘋果 蘋果股價 蘋果股價 一分拆為四的時候 這個高點是137 都沒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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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台灣是 蘋果的一個 所謂的重要供應鏈 所以他告訴你是有問題的 好 OK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東西 時間坡 時間坡也很重要 時間坡 來 時間坡 這一根是過前高 那過前高 這一根要注意喔 這一根過前高 那我要點 這一根過前高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費勢係數的時間坡 我們來看 13天是在這裡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用三個 在跟各位講 那這一個 是跳空上開 這一根 我打開給你看 你自己去抓 這看盤技巧 這一根是過前高 13031過前高 這一根是跳空上開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在 我在抓時間坡 這一根 是最後的 什麼 缺口 竭竹缺口 竭竹缺口 我打開 我打開 好 弄不掉咧 都直接在節目上面 操作電腦 七 二 三 四 五 明天第五天 從這裡來看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也是接近轉折 那這一個點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到十 十 二 十 三 那告訴你 三個關鍵K棒的時間坡 全部在這一兩天 那當然是 你還看到沒跌 但是時間坡同到位 同到位 頂多延續一兩天 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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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的關鍵K棒的時間坡 複合重疊時間坡 開始出現 然後呢 這兩根 為什麼開始有人落跑 黑K帶量 所以這是你不懂的地方 也就是在高檔有人在跑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夾卷指數來到快接近一萬四了 但是 護國神山 兩檔台積電跟 聯發科 有站上五度的金線坡 沒有啊 對不對 台積電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506 對不對 聯發科我是跟各位講749跟766 對不對 然後呢 大力光就不用談了 好 OK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盤面上 我們來談談今天盤面上 最強的股票是ABF 載板 南電 景碩 這兩檔漲平板 欣欣沒有 好 那我們就要來看 來 我跟各位講 欣欣我是被 我被電到 我照講 頭顧老師像 像我這樣子沒有 我被電到 我沒有賠很多 小賠 我照講 因為那個是 非我之所不能 為什麼 女幼 幼多 好 OK 那我們來看看 股本最小的 南電 我們來看南電 這一般人不會跟各位講 來 這叫看盤技巧 注意看 這一根是不是 漲停板 盤中看到漲停板 盤中看到漲停板 對不對 隔天 是開低走低 這一根是漲停板 盤中看到漲停板 11月17號 在收盤沒有漲停板 隔天 是開高走低 看得懂嗎 開這裡 收在這裡 對不對 是收疊 這一根 是禮拜 二的時候 漲停板 隔天是 開高 走低 對不對 這一邊 是開 開低 走低 這邊是開高 走低 也是跌 漲停板的隔壁 住著 回檔 漲停板的隔壁 住著回檔 今天是漲停板 明天很簡單 不是開低走低 就是開高走低 為什麼 這已經告訴你 漲停板隔壁住的是跌市 這是跌 收盤在這裡 這一天收盤在這裡 隔天是收這裡 這一天是收盤在這裡 隔天是收這裡 今天漲停板 明天你說 這叫經驗 很多人不會告訴各位 今天有沒有很多人 進來買南電 有 今天上來 也是有出量 對不對 也是有點出量 這根出量 今天是太早所漲停 但是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 漲停板成交量那麼大 為什麼 為什麼 有人在漲停板 供應籌碼 那如果南電 明天 它會開高走低 或開低走低 那你說 景碩 那你說 3037的 新興 對啊 好 OK 8046 再來看這個 南電 來 我已經在這跟各位講過了 這都沒看到 告訴你 163跟173你要小心 之前告訴你147對不對 這147 這147下來 這邊105 這邊告訴你105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OK 不是漲上來 才看好 來 這個大概高點這裡算出來 這個低鐵105 105 105 這邊算出來 然後呢 上去 已經告訴你高點哪裡 你不要做追囉 反正 賞戶呢 都是買高點啦 這個不是 這是一個 對不對 OK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再來一個 雙技術喔 最大疾次就在這裡啊 這裡 請小心 懂嗎 都是事先預告給哥 不是事後 好OK 那昨天告訴各位 我昨天本來認為說 今天是扣高轉折 是線下空盤 但是今天呢 就拉什麼 就是拉ABF的股票啊 就拉一些PCB的 一個所謂窄板啊 好 那這叫結構性的不對 那很簡單嘛 台積電今天沒什麼漲嘛 對不對 沒什麼漲嘛 甚至 中股票在跌啊 對不對 手機零組件的 Wi-Fi基地台的 這是之前很多人吵過頭 之前已經跟各位講過 356以上不要作罪了 好 那我們再來談談 這昨天告訴各位的 人是不讓人 你可以來學 來 指數個股通通一體適用 來 13763 這昨天預算給各位的 對不對 那你看到815-660等於多少 155乘以點382 59 記得59喔 59 1381 13815 加59 今天高點是在13874 今天最高13856 13815-59 今天低點大概在13756 今天最低點13753 懂嗎 你懂了 從這裡59點正負 13815正負59點 這個我跟各位講 事先你要預算 那調整一下你高低點 全部都出來 那你算出來是不是高點在這裡 低點大概是在這個點 懂嗎 好 OK 那一檔一檔來看 來看一下 這跟各位講昨天的 跟各位講今天的國具 2327 來 高點是429.5 低點420 昨天告訴你430 今天最高429.5 那 老師你昨天算415 但是那今天420啊 跳空上該會不會做調整 會不會 因為他昨天國具是跌得很慘 所以今天反彈 反彈上去 反彈上去不會很多 那下來 跳空上該下來是0.3815 曾經點618 減掉430 420.7 今天最低420 對不對 聯電 這昨天給各位的 給你看一下 最高39.5 最低37.5 昨天告訴你37.6是低點 39.3是高點 我不是夢減客 這是利基 昨天告訴你339353 今天最高是351 最低是337 351 337 這昨天告訴你339353 好 台積電 這怎麼算 會不會算 這樣不是7塊嗎 那台積電 它不會大漲大跌 7乘點382 是2.6 再加490 所以高點是492.6 今天493.5 490 減掉2.6 今天低點是487.4 就488 都只有差0.5 浴金光 老師 浴金光今天差很大 對不對 空底 昨天告訴你 空底變多底 那今天 應該有法說會 那有法說會它有利多 有利多 我當然事先照正常算 那有法說會 我就會看它開盤 開601 對不對 我就會調整了 那怎麼做調整 我不方便教各位 你知道看我用0.38 0.618 加加減減的 這我不能教各位 我只告訴各位 你看我們就知道 會到616 617的 怎麼算 那多底一樣 不變 來 發哥 發哥這怎麼算 怎麼算 那就17塊嘛 17嘛 乘以0.382嘛 6.49 就算6嘛 對不對 就算6嘛 729加加6等多少 735 729-6等多少 723 來 星星 老師這星星今天差很大 怎麼辦 會不會調整 我會調整 但是我不方便告訴各位 當然我會知道 因為它今天是 隨著 南電 還有景說這樣拉升上來 對不對 你調整方式就不一樣了 來 這個 這個 多底 空底變多底 然後呢 往上 會不會算 會 這樣不是11塊 11塊乘以0.382 對不對 大概4塊錢 332再加4塊錢 不是336嗎 那 空底 一樣 變多底 瑞翼會不會算 會不會算 會不會 南電 這我不能告訴各位怎麼算 怎麼調整 我調整出來是160級 160級 但是我不方便告訴各位是多少錢 所以這種事件預算技術 你一定要學 那這個盤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他講了這麼多 對不對 三個關鍵K棒的時間波 重複都在這一兩天 然後高檔這裡已經出現 2600 2600 兩根連續K棒 重點是今天反彈上來 碎步K一樣是 轉空的喔 那碎步K轉空怎麼看 怎麼看 所以你現在就看 今天 今天晚上的美股沒有開盤 因為 Thanksgiving 就感恩節 所以沒有美股的一個所謂的擾亂 所以明天 你小心是 因為開盤 大家一定會看這一檔 開個平高或是開低 所以明天 又是禮拜五 所以你小心 你小心 那我們看一下 扣高低轉折怎麼看 明天還是扣高轉折喔 還是一樣扣高轉折喔 那看一下5分K的部分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都加看盤技巧 5分K 尾盤 坐手是買 那代表明天可能是開平高 開平高 然後做一次的 佑多 然後再繼續做下殺 好 這事先預告給各位 那明天呢 怎麼去看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那一樣跟各位講 這個禮拜天的 當充預算 密技速成班 2.0版的 歡迎你來學 你學到了 我現在幾年經驗會教各位 短中長線 通通一體適用 甚至我會教你 如果去做調整 你未來都是低買高賣 即使你做錯 也不會賠很多 因為你如果要 相對低檔買 相對高檔賣 了解嗎 或是在相對低檔做多 或是在相對高檔賣天 間放空 或是在高檔賣空 低檔未來做回補 就這樣 低買高賣 你不太會賠錢 那一般的投資朋友 就是見漲追間諜砍就這樣 那助於我廣告中的 Line A 加入Line A 寫著Line A不走 加1 那非常便宜的費用 我跟各位講 好的東西不學 你們去學一些543的 那我已經話已經嚴峻於此 我都事先預告給各位的東西 你不學 你連去學虛無緹緹 那個不確定的 而且沒有答案的那種技術分析 我算出來全國數字 你喜歡哪一種 就要看你的腦袋怎麼去想 你拿帶主導 你未來會不會賺錢的能力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好19號台北當中預算2.0加償版的速成班 你鞋子賴著不走 那想找人家 你指數個股 短中長間的高低點都會做預算 加上調整以後 你永遠低買高賣 您是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始發開幕 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好歡迎回到現場 好時間不夠 來這明天的加全 你自己記好 卡車比較快 明天的預金光 明天的銳玉 短線可以預算可以做調整 短中長線都沒有問題 中長線都沒有問題 明天的聯電 明天的利基 明天的台積電 明天的南電 明天的國劇 明天的星星 那明天你請小心喔 我剛已經講過了 明天的文貌 明天的發歌 好就這樣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告一段落 想要學習 事先預算技術 歡迎你來 早跟晚你都是一定要學 早學早好早賺錢 好今天節目到這裡 告一段落 祝各位明天 操板勝利 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